韩国警方近日接到有关胜利性招待的线报 开始了对涉案酒店等场所的调查 据警方透露 警方接到的线报称胜利2015年12月 在首尔江南区某住民餐厅租下了一个大包厢招待国外投资人 用餐结束后胜利将这些投资者带往另一场所 而那里早已有胜利安排的多名女性等着性招待这些国外投资人 目前正在展开调查 对于新的性招待嫌疑 胜利通过律师表示了否认 非凡娱乐实时报道